有請衛福部市長 市長嗎 市長請 就是剛才今天是提到那個精神相關的問題 就是說在一起的期間 那我們週一的衛環委員會 其實有安排了自殺防治中心 那時候衛福部也有提到說 除了這個前期的精神相關心理的諮詢 他協助之外 長期後後段應該也要來做一個 這個資訊的傳達以及可進性 然後說未來在衛福部的專區 也會設置這樣子的內容 讓大家能夠在心理衛生方面 能夠更健康 那我覺得這是想要在這邊肯定一下 安排福部有想到這個後段的協助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今天也想針對這個母乳的問題和乱象 來跟市長在這邊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上週其實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些網紅或YouTuber 他在談到這個母乳不應該 母乳的在系列這個母乳的狀況 那我們撇開這個母乳不應該被污名化的問題之外 我們也想要談的是說 這個網紅他是從網路的網購平台上 就可以很輕易的買到這個母乳 那以我們這樣很簡易的來做一個搜查 其實光是在一個平台上 大概就有接近二三十家的賣家 是可以在網路上販售母乳的 我們想請教說 這樣子的資訊是不是對的 因為我們可以查到一些相關的法規 以及相關的說明 從2011年的時候 其實衛生署這邊就已經有提供說 他應該要朝食品的方向來修法 將母乳納入食品衛生管理法 但是在2011年同年的12月 食藥署就函視說他應該是提議 但是既然雖然他是提議 但是他是不是受到所謂的疾病防治法相關的規範 他其實並不確定 那可能可以做的方式是照消保 消保法的部分來做規範和下架 那2016年的時候也有立委在質詢 衛福部的回應是說 他應該兼具體液和食品兩種性質 我們想請教一下說 現在2020年了 是不是衛福部能夠清楚地定義說 母乳應該是屬於哪樣的性質 謝謝委員的詢詢 這個問題我是不是請我們食藥署署長先做回答 好 委員好 其實母乳他確實是一個提議 所以沒有辦法像我們一般食品的一個製造相關的一些管理規範 所以我們沒有把它放在食品裡面 那到目前也不會把它當食品的管理 那既然是提議是不是有一個相關的明確的規範說 他是不是可以販售 是不是能夠針對這一點來做一個說明和澄清 因為販售的這個行為有時候也不能夠說 就販售他如果買的人他自己覺得說有相關的疑慮的話 他就是利用消保法的一個方式來做處理 我們這裡沒有辦法用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來管理他 我想食藥署的說明應該是針對這個100年的韓式是一樣的角度 就是說他雖然是提議但並不屬於特別限制販售的這個提議 所以其實應該是用這效保法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想確認一下說剛剛提到說這個能不能販售 目前衛福部的說法是覺得這是自有販售的許可之內 剛剛我們報告了 母乳是一個可以吃的東西 這是沒有錯啦 但是我們那個食藥署所講的他不是食品 指的是他非屬於食品安全管理法的所規範的對象 是因為他沒有所謂的製造商啦 這東西啦 因為他不是產生母乳並不是作為商品來用 所以都沒有說製造商這種東西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會有略有不同 但是他是不是可以交易的 因為對於交易我們目前除了在像毒品這一類的話 那一些軍火這些武器等等這些 可能有這種禁止交易的規定 除此之外的話並沒有對其他任何的那個 除了那些微禁品之外的沒有說禁止交易的部分 所以當他如果是在市場上面 對這個東西有了交易行為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回歸到這個消保法來做規範 所以想確認一下意思是說母乳雖然是提議 但是是可以交易的 而且不會有相關的食品衛生相關的法律來規範 他是屬於 因為他沒有製造商的原因 所以他其實規範是相當寬鬆的 也不是說寬鬆 是因為沒有辦法像食品安全衛生法的規範那樣去做規範 從製造端開始做規範 但是如果他變成一個交易的這一個對象 那當然就會回到消保法去 所以想確認一下 衛福部這邊認為食品是屬於可交易的商品 沒有去禁止他的交易 所以是可以交易的 就沒有禁止 沒有禁止的意思就是說可以 沒錯吧 我想提醒是說 因為其實在相關的這個 奶粉的部分其實已經有做了相關比較明確的規範 就是說其實他應該要有限定他的安全性等等 那我們會認為說母乳如果是可以交易 他是不是應該也要有相關的嚴謹的態度來面對他 因為母乳可能也具有傳染病的風險等等 是不是能夠在針對這個品質上的要求 能夠更清楚的來規範或是定義 因為我們會覺得一歲以下的奶粉 一幼兒奶粉其實已經有這樣的定義了 理論上母乳應該要更嚴格的來進行 或是說至少應該等同辦理 但是奶粉就是因為有製造商這個 這一個角色存在 當他製造的時候 我們當然可以從製造端去做一些規範 要求他的產品必須要安全衛生 但是在母乳這個部分 所以食品的安全有規範 但是體液的販售安全不需要規範 不是不需要規範 沒有辦法規範 結果還是有小保法這邊 你要賣的人 因為小保法除了這一個 他規範的是企業經營者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也就是說 不管他是製造販賣等等這些 他都要負一定的法律的責任 但是在食品安全衛生法這邊的話 對食品安全是從源頭來源開始做控管 所以提議的販售不需要從來源來做控管 而是販售之後的問題 事實上要把他去做控管 因為一個母親 他的乳汁分泌出來之後的話 我們不可能要求他每一件都要去送一座檢驗 了解 因為這個母乳可以販售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一屆應該是普遍是反對的 覺得他其實是有風險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台灣其實有母乳庫的存在 而且母乳庫的存在其實有 我贊成說母乳去做一個交易的一個對象啦 但是在目前在法律上面的話 那他不屬於一個禁止交易的一個規範的對象 那我們希望說微服部能夠有這樣子的文章說明清楚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國外其實 他也有明確的一個專區說明 母乳販賣的風險以及是購買的風險等等 這部分至少讓國人能夠清楚知道 母乳確實有這樣的風險 所以他們在購買的時候必須要小心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希望能夠達到的要求 所以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指導了 了解 那我們就直接提到說台灣母乳庫的現狀 就是說現狀其實因為很多需求 比如說像早產兒已經先天印常等等這些需要 所以我們其實台灣是亞洲第一個成立母乳庫單位 那目前知道已經有三個地方是有母乳庫的存在 那我們想請教說 因為剛才提到說母乳其實會有這個傳染病的風險 但是母乳庫目前的規範 其實是相對 它其實是非常嚴謹的 也就是會經過一些篩檢的動作等等 確認它是安全無餘的才會進到母乳庫裡面去 我們也想請教說這個母乳庫的規範 或者是甚至未來會不會有考慮這個母乳銀行的設置 讓這些有需要的家長或是有需要的人 他們能夠更安心的買到一個安全的母乳 一般如果像剛剛提到這種網路上的販售的話 因為它的安全上面是的確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是不鼓勵 但是在這些母乳庫的部分的話是由衛福部這邊有在等於是做一些監管或者是輔導的一個動作的啦 所以這一個部分的話就是為了要確保它的安全 所以有沒有可能擴大的情況 因為覺得就是因為這個需求在 所以其實在網路才會有販售的情況 而且其實普遍的發生在 那剛才提到說我們台灣是第一個成立母乳庫的 亞洲第一個成立母乳庫的國家 然後另外但是現在在母乳銀行的部分 現在看得到日本已經開始在 預計要在2023年啟動 那在台灣的部分其實在2004年的公聽會上 就已經有提出這樣的需求 以及這樣子的問題 那當時的回應是說 預計能夠盡快的來研擬 但是後來我們都沒有查到相關的研擬資料 所以想請教說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是不是有計劃來成立 擴大母乳庫或者是說增加母乳銀行的設置 這個我們可以來考慮看看 因為目前我們的年輕人 那在生了小孩之後 那補育母乳的比例是高的 跟數十年前那時候已經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可以再重啟這一個研議 實際線目前供需上看起來 就是會有它供給或是需求 其實都有它的存在面 所以在網路上才有大量的販售的情況出現 那所以也要請剛才提到的是說 請衛福部這邊能夠清楚的說明 母乳是屬於提議 然後販售的部分其實不受任何的法規限 是只有消保法可以在發生問題之後來處理 那這部分以及目錄的風險等等 都應該清楚的說明 因為剛剛提到說 他認為是提議是在2001年的時候 但是我們卻在2016年的時候 又回復是提議和食品 那我覺得這個 其實衛福部傳遞的資訊 其實一直都不是很清楚不明確定義 我們能不能借這個機會 把它清楚的定義下來 讓大家都清楚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王委員 謝謝次長 謝謝